剛剛這邊不是有花粉嗎 對不對 然後呢 花粉它如果我們講 不管是風吹啊 水雕啊 昆蟲或其他的動物袋啊 它是不是就會掉到磁蝟的柱頭上 然後就會講花粉管 對不對 就會講花粉管 好 所以我們就想像它們其實就掉過來 不管怎麼樣 就掉到磁蝟的柱頭上 對不對 然後掉到磁蝟的柱頭上之後 然後這個管盒就會往前推 就會往前夾 它就會講出花粉管來 它就會講出花粉管來 那你就可以想像這是一根花粉 對不對 這是一根花粉 然後呢 寫過來一點 放到連結 這是一根花粉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兩個細胞 對不對 一個管細胞 然後呢 一個精細胞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管細胞就會往前推 就會往前推 往前推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花粉管的蒙發 管細胞就會往前推 然後往前推之後呢 管細胞就在前面 然後呢 精細胞就在後面 精細胞就在後面 這個就叫蒙發人化磅管 所以其實花粉它掉到柱頭上之後 它就會蒙發 那蒙發是什麼樣 你看 蒙發就是我們剛剛講 一個花粉園不是有養的細胞嗎 因為它共用細胞值 我們就不強調養的細胞 就想要它的細胞核 所以前面會有管核 然後接下來是進核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管核就往前推 我剛剛是應該反過來先 不過沒關係 然後管核就會往前推 這個就叫做花粉圓蒙發 然後它就會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那奇怪的事情是什麼 奇怪的事情是這個精細胞 它一開始就跟著管核一走 可是走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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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突然形一次有失分裂變成兩顆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大概是發生的 所以它就會變成兩顆 有沒有 本來應該是一個 然後它會一次有失分裂 它就會變成兩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就是一個蒙發了的花粉圓 我們就會強調什麼 就會強調它竟然變成是有一個管核 兩個金核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就強調它其實就會有一個管核 這個字有點小喔 然後呢 會有兩個金核 這就是成熟的花粉圓 有一個管核 然後兩個金核 那當然從花粉變成花粉管核這個過程 這就叫花粉的蒙發 花粉管的蒙發 花粉管的蒙發 所以花粉當然中間會經過什麼蜂梅蟲 梅蟲梅蟲梅蟲梅 它就會碰到磁蟲的柱頭上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萌發 萌發了之後就會變成一個管核 兩個金核 然後能管核 這個花的管核就會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然後就會長到這裡 對不對 就會長進來 那長進來之後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講到 這邊它形三次有失分裂 所以它變成八顆細胞 對不對 它八顆細胞是哪八顆細胞 就是我們看到有沒有 三個反族 兩個旗 兩個輔助 然後一個軟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它會變成什麼 它是不是說 它就會變成 我們這邊看到的就是 它會變成七個細胞 八個 它就會變成七個細胞 然後會變成八個 然後會變成八個 七個細胞 八個 來 接下來就會接到什麼 接下來就會接到像是這邊的筆記 記得嗎 我的字都寫得很大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也比較輕鬆 完成的話 我應該要寫小一點 然後全部把它接在一起 不過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到這邊的話 大家記不記得 這邊七個細胞八顆顆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管 兩個筋的 然後咧 我們下一節 最後跟大家講到 有花粉 有花粉管是種子植物的特徵 那被子植物 圖有的特徵是什麼 雙重受精 對不對 double fertilization 那這個double fertilization 難念 double fertilization 那這個 fertilization 就是受精 到底是什麼回事 原來這兩個金額 後來都會被送進 這一個構造 那這個構造的話 七個細胞八顆顆 叫做什麼 叫做胚囊 叫做胚囊 它原本是 脂肪裡面的胚株 胚株裡面的大包子 母細胞 整齣分裂 三個死掉 留下一個 變成大包子 這一個呢 肉型三次有四分裂 變八顆 然後八顆呢 它會 中間兩個綠核 就變成七個細胞 八顆顆 然後呢 對花粉來說 花粉濃發之後 它就會 花粉管往前推 然後精細胞在裡面 會形成四次有四分裂 所以就變成 更換了兩個 這一個精殼 好 所以呢 花粉管接下來的話呢 就會把 我把這個都擦掉囉 那花粉管接下來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個 這個精細胞 然後就會把它 一直鬆一直鬆 然後呢 就會穿過柱頭 然後到紙髮 然後接下來呢 就會找到 很奇怪喔 大家為什麼會找到 我就不管 大家看看 就會找到 它就會找到 黑男 然後呢 就會跑進去 對不對 然後跑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的精細胞 就要登場 它就要收金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那這邊的話呢 它不是這個 花粉管往發之後 它就是一個管核 然後兩個金核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有 一個管核 然後兩個金核 一個管核兩個金核 然後這兩個金核當中呢 它會怎麼樣呢 有一個的話 會找到誰 有一個就會找到 然後呢 它們就會發育 然後就會變成 黑 就會發育 就會變成黑 那另外一個金核呢 它會找到誰 它會找到 極細胞 那當然 極細胞 我們有沒有說到 它是兩個細胞 都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它就會發育成什麼 就會發育成 黑 它就會發育成 黑 所以一次花粉管萌發 會有兩次受精現象的發生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 雙重受精 就叫double fertilization 雙重受精 所以所謂的雙重受精 就是一次花粉管萌發 會有兩個金核 一個跟軟結合 發育成黑 一個跟極細胞結合 發育成黑 我們來看一下套數 那這個蠟就有點變難了 但是我們講到 這個小胞子是解數分裂來的 對不對 所以它原色底的套數 是半套 然後呢 有絲分裂並不會改變套數 所以其實金核的套數依舊是半套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有絲分裂變成兩個 所以它的套數還是一樣 兩個都是單套 對不對 所以金核的原色底套數 是單套 這個超簡單 其實這根本不用問 想就知道金跟軟都是單套 然後配就是雙套 這個記得嗎 上次的筆記 當然配就是遊戲 所以就是 一半爸爸一半媽媽 然後爸媽結合 就變成雙套 但是接下來的話 這一點 我們剛剛不是說 它這都是單套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是解數分裂而來的 所以它當然也是單套 它也是單套 然後它有絲分裂 並不會改變套數 所以它這個核是單套 這個核是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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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軟是單套已經寫上去 這個也是單套 然後呢 這個是單套 這個也是單套 所以他們兩個細胞核在一起之後 可是他們的細胞核沒有發生融合的現象 所以呢 極細胞它的染色理套數很有趣 它的染色理套數叫做 單套的核有兩顆 我們把它叫做N加 所以大家要知道 N加N的意思就是 單套的核有兩顆的意思 那2N就是雙套的核有一顆 這個不要搞錯了 這個意義上不同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受精 就會讓它細胞核發生融合的現象 就是會有核融合 那不是物理的核反應的核融合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 精細胞跟軟細胞 它會融合成一個核 那這邊的話呢 精細胞跟脊細胞 會融合成一個核 所以融合出來之後 配偶然這裡靠出 對我們這樣子說過 就是在 對不對 就是在 那當然這整個 就是什麼 這整個就是 種人 對不對 這就是種人 後來再講一遍 就是 就是當要食物條繁殖的時候 就會開出花籃 然後呢 花就會有這個 熊慶跟磁性的構造 熊慶就是熊蕊 底端有花藥 裡面有花粉啊 裡面有很多個小包子的細胞 整出分裂之後產生小包子 形一次有次分裂 變成兩個細胞 一個是營養細胞 一個是生殖細胞 那這兩個細胞 就叫做花粉 那磁蕊的話呢 從肌部膨大的處 肌部膨大的處 稱為脂肪 脂肪裡面有配株 配株裡面有大包子的母細胞 那一個大包子的母細胞 它會行 會行解除分裂得到大包子 那三個死掉 只有一個活下來 我像剛剛 這個小包子的母細胞 解除分裂的四個小包子 都活下來 那它有三個會死掉 只有一個活下來 活下來這個大包子 會再行三次五次分裂 然後就會變成八個細胞 那八個細胞呢 過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中間兩個細胞會融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就是七個細胞 八個殼 我們把它叫做胚腦 胚胎的胚 然後腦 一個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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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它們就會相遇 那為什麼會相遇 因為花粉 藉由風 蟲 水 各種理界 把它帶到同種的磁珠的柱頭上面 磁瑞的柱頭上 然後接下來就會蒙巴出花粉管 蒙巴花的管是什麼意思 就是管核往前推 然後呢 金核在裡面跟著走 然後走著走著呢 金核就會有四分裂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就叫做一個管核 兩個金核 蒙巴的花粉管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就會長進來 長進來之後 那金核有兩個怎麼辦 每個都要受金啊 所以只是兩個金核進來之後 那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叫做胚囊 它是七個細胞巴的 對不對 然後進來之後呢 可是有受金能力的只有兩個 一個是卵 所以金跟卵結合 就發育成雙號的胚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另外一個金跟極結合 就是N 然後再加上N加N 就變成3N 它就發育成胚囊 所以這就是類子植物所獨有的 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雙重受金 好 那食物的生活史呢 當然我們要講食物的生活史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同語的 那動物的生活史 我想對大家來說 或者我們人為例 應該是蠻簡單的對不對 我們就長大 然後青春期吃後 然後呢 這個荷爾蒙的關係 然後呢 吃生殖系統發育成熟的關係 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動物體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一個雙套的動物體 2N 是不是 我們就是個雙套的動物體 然後呢 我們會減速分裂 我們會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之後呢 就會變成單套 對不對 就會變成單套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可能五五個球 接下來的話呢 又這邊 對不對 另外一個單套 那當然這兩個 性別不同 然後呢 一公一母 一男一女一雌一雄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變成 大概 就這樣 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會有一個雙套的個體 然後它其中 生殖系統裡面的生殖細胞 有的就會行 它不是全部都行選出分裂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只有生殖系統裡面的 生殖細胞 會行選出分裂 然後變成單套 然後呢 另外一個 不同個體提供的 就是一男一女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 這樣子結合在一起 右邊有個雙套 是不是這樣 然後這個雙套呢 雙套就會長大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它就會長大 然後長大之後呢 是不是 又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周而復始 那當然如果 我們會減速 我們會覺得不要長大 因為這邊可能也是另外一個客戶 那我們就要上面 所以重點是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其實雙套 然後呢 雙套它又會再 掌揮 上面畫是因為 喔 這樣炮 那個時候不是銷子嗎 那個櫃子 那個櫃子很重 不然應該把它翻走 這個 鬼已經在矮了 它又要擋住了 然後鞋擺住 不管了 所以其實 就這樣OK 從這來看的話呢 我們就會知道 對我們動物來說 然後這是雙套 然後減速分裂 對不對 那這兩個在一起 變成 減速分裂 這兩個在一起 變成雙套 那這個過程叫什麼 這個過程 就叫做受精 對不對 這個過程 就叫受精 這個過程就是 配子的結合 我們在之前 第一章講 這個生命線上 的時候 我們要跟大家說 個體數量的增加 就叫做三值 那個體數量增加之前 如果有牽涉到配子的結合 那就是有性生值 如果沒有配子的結合 就是五性生值 所以受精 也就是配子的結合 好 所以呢 這是套數減半 這是減速分裂 然後呢 所以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配子 對不對 給它一個名字 對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配子 還有熊配子 跟齒配子 所以結束分裂產生配子 然後呢 配子 它經過受精作用 就變成這樣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核子 或者它比較熟的詞 可能是哪個叫做受精轉 對不對 它叫做受精了 這樣沒錯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單細胞 這個配子是單細胞 單套單細胞 盒子是雙套 也是單細胞 那但是這個呢 這個是多細胞 有沒有 而且我們這個是屬於 多細胞的生物體 是多 這是多細胞 多細胞的動物體 對不對 多細胞的動物體 那這邊從單細胞 然後變成那邊的多細胞 所以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中間的過程 就是會經過有次分裂 因為箭頭好像走 所以我這樣寫過去 因為有一個叫私有 就是有次 它就會經過有次分裂 這樣OK啦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多細胞的動物體 五屆分裂條 就告訴我們 動物是多細胞 植物也是多細胞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多細胞的動物體 多細胞的動物體 然後呢 它會其中的 生殖系統裡面的生殖細胞 會結束分裂 然後會變成單套 那這單套的可以配 這個可以配的叫做配子 配的之後呢 就是結合 結合之後叫做核子 核子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受精卵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它會再經過有次分裂 然後就會再變回多細胞的形式 這就是我們動物的生活史 就是這樣 那植物呢 植物比較複雜一點 或者比較多一點 複雜很多 植物的生活史複雜很多 那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植物的生活史 所以首先它也是會有多細胞的植物體的形態 來看一下 好 我平常上次就會一直看手錶 看時間啦 這次更急 因為我剛說等一下我要去剪開 好不管啦 趕快把這個搶到給伴奏 好 好